相隔三个半月终于迎来实体开学 小朋友都难掩雀跃心情 一早台北市长柯文哲与教育局长曾灿金 就来到盐平国小视察校园防疫整备情形 进入校园必须经过热显向仪确认体温后 并使用手部清洁液 学校也准备充足的快筛剂、漂白水及口罩 并且由各班级任老师带领学童进行防疫宣导 以及隔板消毒使用 因为事实上我们台北市 国小国中高中 如果再假装幼稚园的话 有28万人 所以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这个等于在今天 整个台北市的人流会瞬间上升 那人流增加也增加感染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准备 因为不可肺炎的在社区 还是有潜伏的感染源 所以一定要在最大人流的校园里面 做好防疫设备 那今天很清楚的 他们开学第一天 就先加隔板的使用方式 不知道怎么折 怎么消毒 使用完要收起来 要保持这个教室里面的通风 那这个进来学校有量体温 种种 我看这个 我有去医务室去看过 他的防疫物资的准备 这大概都有整套的系统 我想台北市的各级学校应当 是已经做好的防疫的准备 教育局表示 盐平国小教师韩正式老师代课老师 疫苗接种率已达百分之百 而各级学校教职员工接种率也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要以万全的准备 让师生们能够安全地重返校园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